给你拿过来 放你桌上 谢谢 怎么样 去了吗 医院 去了 医生就是问了一下 说那个什么情况 然后就说孩子怎么病了这么久才来 那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 在医院呢 他们刚到医院 所以就你讲课的时候 我一直在接电话 没关系 没关系 别哭 忍住 忍住 又来了 不可以 就是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事情 现在是要请假码 可以吗 你不在 应该可以 他们有事会 你要确定 就是可以 我留下 可以请假的 没关系 我去也没用 我去了 医生都已经在那看了 主要是我怕你太担心 是担心 但就随时看手机 他们会跟我说的 心态稳定 我喜欢这个培训老师 是个干练的人 请不请假 可以请假 那句话千言万语 包含着 别在这儿三心两意 还不如就干一件事 是 没关系 回去了 回去了 厉害 那先坐着休息一下 喝点水 好 那加我加微信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麻烦也告诉我一声 好 我是个后继生 睡一会儿 因为宝宝的事情影响到工作 其实我还蛮抱歉的 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作为宝妈的一节必修课吧 之后我就会尽量地努力做好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好 好 好